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公眾利益和小市民的權益從沒有得到保障 我們看回外國,特別是金融體系重大國家的一些情況 金管局總裁的人工,是遠遠超於類似其他國家總裁的人工 三至六倍,是三至六倍的主席 你看到那個情況是極為嚴重的 很多地方,比如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的人工只有一百四十多萬 英國央行行長的人工都是三百多萬 歐洲中央銀行的主席也是三百多萬 加拿大中央銀行就是二百多萬 香港金管局的人工是四倍五倍的 相對過高的 另一個更加荒謬的問題是沒有任期的 一個這麼重要的機構主席一早做了十七年 這個總裁做了十七年是沒有任期的 外國很多類似組織的任期是規定的,條例規定的 即是四年即是五年 有些就說明不可以連任 譬如歐洲中央銀行的總裁的任期是八年 但說明不可連任的 香港這一個是終生制 做到他不做為止 或者有一個更加親信的人 要做那個位置就叫他養位 所以整個制度是缺乏系統 是一個人治的制度 總之幾個高層自己拍肩 自己互相奉承、互相利益輸送 就可以過關 我們看看整個銀行的體系的 荒謬性 根本應該是監管銀行 我們看看銀行的利潤主席 和其他國家的銀行相比 是多了50%以上的比例 我做了簡單的資料統計主席 我找了香港五大銀行 我已經不找了匯豐了 包括東亞、恆新、中銀、永康和大新 我找了幾個大銀行 包括Bank of America Toronto Dominion Bank World Bank of Canada The Bank of Nova Scoti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Banking Group Limited 那些五間銀行 這五間銀行的總資產值 香港的五間 就是47億 外國的五間加起來 就是318億 香港這五間銀行過去十年的利潤 總資產值 香港這五間的平均值 就是1.24% 外國這五間的平均利潤 就是0.88% 即是說香港銀行過去十年 那個利潤 佔去那個資產值 是高於外國的大銀行 是50% 這不是香港政府在銀行體系上 偏袒銀行的操作 我們在地區上面對銀行這些惡行 數之不盡 偶爾又加下手續費 那些分行 特別是公屋那些分行 關完一間又一間 特別是會分銀行 應該就拿去打把 叫PK 應該取消它發鈔銀行的資格 一而再三國去的十幾年 新界西都關了十幾間以上 令到公屋的地區 完全沒有銀行服務 最後中銀那些 捱耳氣 中資銀行為了社會方面 可能有政治壓力 就幫忙開些分行 但這些所謂大企業大銀行 完全漠視公眾的需要 所以監管局 在監管銀行方面的失職 例子是數不勝數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政府如果不去全面改革 那些議員 特別民主派 不支持這個要求改革的呼聲的話 那些議員都會去PK 因為這個問題是很明顯顯露 這個制度上有問題 政策上有問題 條例上有問題 小市民的權益 是不受保障 很多市民都投訴 銀行放紅保證的利息 和借錢的利息 有時隨時是3%至5% 你和外國很多地區 比利息的差別相差很遠 但是政府的金管局 不斷縱容 包庇 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金管局的高層離職之後 如何 我自己最擔心 任志剛 全民9月離職 離職之後 可能去了上海 或者幫中國方面 服務 能力不太多 但可能出賣香港的利益能力最強 你既然不要我 我就搞壞你 當然我不知道這個規管 我希望待會 代師長可以回答 究竟政府在規管 任志剛離職方面 有沒有任何規定 當然是在檢討公務員 但金管局又不是公務員 即是到時 他拿了我們的機密資料 為這個偉大的中國服務 為大祖國服務 到時出賣香港人的利益 當時 香港的金融領導地位 基於被人出賣 可能就是一射千丈 最後受害的 就是整個香港的金融體系 和整體香港的市民 我希望議員能夠醒覺一下 現時問題的嚴重性 因為看報紙 幾個民主派政黨都說 不支持今天這個動議 我希望他們解釋 是否容忍金管局 不斷自我膨脹 容忍金管局 不斷高層與權謀私 容忍金管局 不斷幫銀行 剝削小建民的權益 民主派議員 希望你們自己反省一下 回應一下這個問題和指責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代議議題是 陳偉業議員動議的議案 議議通過 有三位議員準備就這一項的議案 動議修正案 本會現在就議案 和三項的修正案 進行合併